大家好 我是TK 今天是8月5號 我們來看我《藍燈》的科技有報 好 我們來看第一次 昨晚台灣羽球男雙王麒麟跟李楊 他們擊敗世界排名第一 他們完成了奧運金牌208的創舉 第一時間Google就送出了祝福 特效歡迎兩個台灣的好手 短期點擊內已經超過百萬次的點擊了 你只要在Google搜尋王麒麟或李楊 或李楊王麒麟 在搜尋下方就跳出金牌的圖示 點擊之後金牌就緩緩的升級 而且還會標注王麒麟跟李楊的 在男子雙打奧運羽球奪金的字樣 接著還會跳出一個花束的圖樣 這樣可以讓我們點擊到 送出了祝福的花束 蠻厲害的 我們看第二次 Google預計在這個月8月14號 舉辦新型發表會 最大的焦點當然就是全新的旗艦Pixel 9系列 還說四款機型 Pixel 9 Pro Pixel 9 Pro Pixel 9 Pro XL 跟二代折疊的Pixel 9 Pro 各種爆料 很多細節不是秘密 但是Pixel 9 Pro 4的實機 在咖啡廳被野生捕獲了 沒有發佈的情況下 為什麼被野生捕獲呢 過去其實也常發生 不過這一次 他其實很特別的地方是 他出現在台灣的一家星巴克 這該款手機是全球首張的野生捕獲 這個照片是由外媒他們曝光的 他說來自於某人發佈到私人Facebook群組 但外媒沒有具體說明如何取得這個 照片中可以顯示 這款就是Pixel 9 Pro 4的使用了官方的保護套 然後放置在手機支架上使用 然後根據的圓形矩形的設計 機背的相機 可以確認這是Pixel 9 Pro 4的 也就是第二代的Google的折疊全新的設計 流出只有一張照片 所以其實你可以看到除了機背相機的設計變化外 也可以看到機身的外型也變得更窄一點 另外有縮減的螢幕邊框 那台灣的Google Store已經也官宣了 說Pixel 9 Pro 4的台灣會上市 第一代沒有進來 但第二代會進來的 所以想要買Google的折疊機 我們不用再去找人家代購了 看第三者 國粉準備熬夜了 怎麼說呢 那個彭博社他在昨天 有一個他自己的最近的爆料 我們本週也有蘋果每月預報 已經錄完了 我們本週會上 跟去年的秋季發表會時間會很相近 然後正式的iPhone16會系列登場 然後有可能就會落在9月11號的凌晨 他就指出說 他在9月11號會正式發表 那10月份會透過iOS18.1 正式推送 Apple Intelligent的AI功能 但這也表示說 上次初期的iPhone16的核心的AI功能 沒有辦法啟用 這個好像什麼 2016年發表iPhone7 Plus一樣 當年主導人像模式 也是手機發表一個月以後 才藉著iOS10.1才來開放 消息也有說 在iOS18.1提供的Apple Intelligent功能 目前已經含測試了新的介面的Siri 然後郵件訊息的AI的智慧回復 摘要還有圖片跟影像搜尋能力 彭博社認為 這不會去吸引了果粉換氣的主要誘因 會引起大眾關注的 就是CheckGP的整個整合 Ginmoji的深層式的表情符號 還有全新的Siri的版本 這些有一些都要等到2025年的春季 儘管如此 他不會因為AI功能 而把iPhone推遲發表 也就是說 你要用到AI的話 你可能要等到10月了 不過新機能還是蠻多改變的 到時候我們就靜觀其變 那今天晚上 多合一的行動電源 大家怎麼選 今天晚上告訴你 看到連鈴電源 你一定會把遺作動電源 跟燈電源 所以我希望可以不及 你怎麼選擇 你怎麼選擇 OK 你怎麼選擇 你怎麼選擇 你怎麼選擇